李正说,我是蛇妖? 那个,小陈,我估计他们真的跟他们李正说的一样,脑子有点问题了。 除了这个,林茂峰还真是想不到其他的解释了。 被关村的人也都来来回回地把几个人看了一遍,最后爆发出了剧烈的笑声。 蛇妖?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相信这个东西的。 你要是说她是仙子下凡,我还能相信,可你们说她是蛇妖。 可不就是可笑吗?这样的是他们竟然想出来就算了,还敢拿到这里来丢人现眼? 她要是蛇妖的话,我们村里现在早就没有人活了,还能成为你们人人羡慕的人,你们长的是猪脑子吗? 不能这么说,他们的脑子连猪脑子都不如呢。 北关村的人没有一个相信他们的这种说法。 把他们全都绑起来。 北关村的村民听到这话,也是十分开心地就去找了绳子,把他们一个个的全都给绑了起来。 他们对北关村村民的这种反应完全是不理解的,不知道他们怎么就这么不听劝。 我们说的都是真的,不相信的话你们自己去想,她要不是妖孽,怎么可能会这么多东西? 怎么可能被白鸫蛇咬过之后还能活过来? 而且还从傻子变成了一个这么会有主意的人? 我妹妹是什么都不可能是妖孽,你要是再胡说八道,老子就在这里宰了你。 她妹妹吃了那么多的苦,现在好不容易日子好过了些了,结果这个畜生竟然敢这样的编排她妹妹。 说! 谁跟你们说了这些? 我们之前遇到了一位大师说,大师说你们北关村的妖气很重,我们想着应该就是宋臣没错了。 大师?你说的那位大师恐怕是个大使,脑残大使。 你不要得意,大师说了的,在接下来不久的时间里,你们就会开始倒霉。 最先开始的是你们宋家,然后就是你们整个北关村。 反正今天被抓住了,也跑不掉,她笃定,宋臣不敢杀他们,自然也就要把该说的话都说出来了,图个痛快。 最好是能让北关村的人都相信她,然后让北关村的人一起过来,帮忙把宋臣这个妖孽给打死了。 王村理政,你也听到了,这事儿不是小事儿,我们村的宋臣分明就是得了先缘,而你们村的人非说是妖孽,这事儿要是不搞清楚,我们村里的人都不会罢休。 这事儿是从你们村起头的,还是要从你们村查起,在没有得到结果之前,这几个人我们不能放。